郑爽与张汉早年主演一起来看刘星宇一席深情 大方公开恋情后也非常甜蜜 不过最终在2014年以汉分手 这段恋情也让很多喜欢他们的朋友感到伤心 不过还是祝福他们各自安好 前几日郑爽和张汉被传疑似复合 先是张汉出席活动所佩戴的戒指 和郑爽前段时间出席活动所佩戴的戒指 疑似是情侣款 紧接着一段疑似两人同住一家酒店的视频在网上热传 近日张汉工作室终于回应了这一传言 直接用六个字没联系没复合辟谣了 这么多年过去 想必张汉和郑爽早就有了新的生活 那些所谓的迹象大概也只是巧合 总之希望两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吧